全能神话语朗诵专辑 那是给以后打基础的 现在是最后一步征服工作 在这以后就是经历大患难的时候了 那时就正式开始成全人了 现在主要是征服 但也是成全的初步 成全人的认识顺服 当然这些认识顺服 还是为征服工作打基础的 要被成全 你得在以后的患难当中能站立得住 为下部工作的扩展 尽上自己的权利 这就属于被成全了 那时也是人彻底被神得着的时候 现在谈被征服 也是谈被成全 不过现在做的是以后被成全的基础 要被成全 人得经历患难 在被征服的这个基础上来经历患难 人如果没有现在这个基础 没被彻底征服 下部工作 人就不好站立 只被征服 还没达到最终目的 这只是在撒旦面前 为神做了一步见证 被成全才是最终目的 如果你没被成全 那你这个人就算报废了 以后临到患难的时候 才能看出人的实际身量 就是看出你爱神的纯洁度 现在人都这么说 不管神怎么做 我们都顺服 我们也愿意做衬托物 来衬托神的大能 神的性情 不管神是否恩待我们 或咒诅 或审判 我们都感谢神 现在你这么说 只不过是有一些认识 但你的认识 能不能拿到实际当中 这就得看你的认识 到底是不是实际了 现在人有这些看见 这些认识 是征服工作达到的果效 能不能被成全 关键还是在患难临到的时候 才能看出来 那时就看出你对神 是不是从心里有真实的爱 若你真有纯洁的爱 你就会说 我们就是衬托物 是神手中的受造之物 像外邦传福音时 你会这样说 我就是效力的 借着我们身上的这些败坏性情 神说了那么多话 才是我们看见了神的公义性情 若不是神说的那些话 我们就不能看见神 不能领略神的智慧 不能得着这么大救恩 这么大的福气 你若真有这个经历认识就行了 现在你说了许多话 都是没有认识的话 都是空洞口号的话 我们是衬托物 是效力者 我们愿意被征服 为神做响亮的见证 不是你喊一喊就有实际了 就能证明你是有身量的人 你得有真实的认识 你的认识得经过检验 你应多看看这段时间 神发表的这些话 在对照自己的所作所行 一点不差 就是衬托物 货真价实 现在你认识到什么程度了 你的意念 你的心思 你的形式 你的言谈举止 所有这些表现 不都在衬托 神的公义与圣洁吗 你们的表现 不正是神话里 所揭示的败坏性情吗 借着你的心思意念 你的存心 你所流露的败坏 来显明神的公义性情 显明他的圣洁 同样生在污秽之地 他一点不沾染污秽 跟你生活在 同样污秽的世界当中 他有理智 有见识 他验增污秽 甚至你的那些言行举止 你自己发现不了的 污秽的东西 他都能发现 都能给你指出来 以前你那些老旧的东西 没教养 没见识 没理智 落后的生活方式 借着今天一揭露 都显明出来了 神来在地上这样的做工 人才看见了 他的圣洁 与他的公义性情 他审判刑罚你 让你认识 有时你的鬼性表现出来了 他能给你指出来 对于人的实质 他是了如指掌 他生活在你们中间 跟你吃一样的饭 在同样的环境里生活 他就知道的多 就能揭示你看透人的败坏实质 人的处事哲学 人的弯曲诡诈 都是他最艳增的 尤其恨恶人的肉体来往 他虽然不懂人的处事哲学 但对人流露出来的败坏性情 他就能看透并且揭示出来 他做工就是借着人的这些东西 来说话 来教训人的 就借着这些来审判人 显明他的公义圣洁的性情 这样 人就成了他做工的衬托物了 神道成的肉身 才显明了各种人的败坏性情 显明了所有的撒旦的丑相 虽然不惩罚你 只让你衬托神的公义圣洁 你自己就感觉到无地自容了 因为你太污秽了 他借着人显露出的那些东西来说话 把人那些东西都揭示出来了 人才知道神是如此圣洁 人有一点污秽 他都不放过 甚至人心里有一点污秽的意念 他都不放过 言行举止 不合他的心意 他就不放过 在他的话中 没有一人一物的污秽能存留 都得被揭示出来 这时你才看见 他确实跟人不一样 人稍微有点污秽 他就验增透了 甚至有时人不理解 说 神你怎么总生气呢 神你怎么不体贴人的软弱呢 你怎么不饶恕人一点呢 你怎么不尽人意呢 人败坏到什么程度 你都知道 你怎么还这样对待人呢 他厌憎罪 他对罪恨恶 你如果有一点悖逆 他就特别厌憎 你显露出悖逆的性情 他看见就厌憎 厌憎得了不得 借着这些 他的性情琐事 才发表出来 在对照你自己 你就看见 他虽然跟人吃一样的饭 穿一样的衣服 跟人享受的一样 跟人同生活 同起居 但他却与人不一样 这不是衬托物的意义吗 就借着人这些东西 来衬托神的大能 借着黑暗 来衬托出光明存在的宝贵 当然不是有意让你们做衬托物 而是这工作有了结果 才显明人的悖逆 是神公义性情的衬托 你们正是因为做了衬托物 才有了机会来认识 神公义性情的自然流露 因着你们自己的悖逆 你们受了审判 也受了刑罚 但你们也是因着悖逆 而做了衬托物的 因着你们的悖逆 而得着了神赐给你们的 极大恩典 就是你们的悖逆 衬托了神的全能与智慧 你们也是因着悖逆 才蒙了这么大的救恩 得了这么大的祝福 虽然你们屡次受到了我的审判 但你们得着了 前人未得着的极大的拯救 这工作对你们来说 是太有意义了 就这衬托物对你们来说 也实在是太有价值了 你们是因着做衬托物 才蒙了拯救 得着了救恩 这样的衬托物 不是太有价值了吗 不是太有意义了吗 你们是因着与神同样 活在一个境界中 同样生活在污秽之地中 才做了衬托物 才蒙了极大的拯救的 若不是道成肉身 有谁能怜悯你们 又有谁会看顾你们 这些低贱的人呢 谁会顾念你们呢 若不是道成肉身 做工在你们中间 你们到何时才能得着 这前人从未得着的救恩呢 若不是我道成肉身 来顾念你们 来审判你们的罪 你们不早就堕落阴间了吗 若不是道成肉身 降杯在你们中间 你们又有何资格 做神公义性情的衬托物呢 你们做衬托物 还不是因着 我道成肉身 来在你们中间 要让你们得着 这极大的救恩吗 你们得着这救恩 不都是因为道成肉身吗 不是神道成肉身 与你们同生活 你们还能发现 你们是生活在 诸狗不如的人间地狱中吗 你们得着的刑罚审判 不都是因着衬托 我道成肉身的工作吗 你们做衬托的工作 对你们来说太合适了 因你们是因着做衬托 而得着了审判中的拯救的 你们不觉得 就你们能做一个 合格的衬托物 就是你们一生的福气吗 你们仅仅做了一个 衬托的工作 但你们却得着了 你们从未有过 也从未想过的救恩 现在做衬托物是你们的本分 将来享受永久的福分 是你们该得的赏赐 你们得的救恩 并不是今天一时地看见或认识 而是更大的祝福 是永远的生命的延续 虽然借着衬托物来征服你们 但你们该知道 这救恩 这福气都是为得着你们 是征服 也是为了更好的拯救 衬托物是事实 但你们是因着你们的背逆 而做了衬托物的 从而得着了 别人从未得着的福气 今天让你们看见 让你们听见 明天让你们得着 更让你们承受更大的祝福 这样的衬托物 不是最有价值的吗 现在的征服工作 就是借着你们的 悖逆性情的衬托 而达到果效 也就是第二次刑罚审判的高峰 就是为了达到 用你们的污秽 被你来做衬托 从而让你们都看见 神的公义性情 当你们在第二次的审判刑罚中 再次顺服下来的时候 所有的公义性情 向你们公开显明 也就是你们接受征服工作 结束的时候 也是你们尽完衬托物的 本分的时候 并不是有意给你们扣帽子 而是借着你们做效力者 来做第一次征服工作 显明神的公义不可触犯的性情 借着你们的衬托物 就是借着你们的被你来做衬托物 达到第二次征服工作的果效 将第一次 将第一次未完全显明的公义性情 全部都向你们公开 让你们看见这所有的公义性情 看见所有的琐事 及做工的智慧奇妙 圣洁无污点 这样的做工果效 都是借着不同时期的征服而达到的 也是借着不同程度的审判达到的 审判越是达到高峰 越能将人的悖逆性情揭示出来 越能达到征服的果效 所有的公义性情 都是在这样的征服工作中 显明出来的 征服工作是分两步 有不同的时期 而且程度也不相同 当然达到的果效也各不相同 就是人顺服的程度越来越深 在这以后 才能将人全部带入成全的正轨中 就是在所有的征服工作结束之后 就是第二次审判达到最终果效之后 才不再审判人 而是让人进入生命经历的正轨中 因为审判就是代表征服的 征服的形式就是审判与刑法 神道成肉身在最落后最污秽的地方 才能显明他的全部圣洁公义的性情 他的公义性情是借着什么显明出来的呢 就是借着审判人的罪 审判撒旦 验憎罪 恨物背逆 抵挡他的仇敌 今天我所说的话 就是为了审判人的罪 审判人的不义 咒诅人的背逆 人的弯曲诡诈 人的言行举止 凡是不合他心意的东西 都得经过审判 人的背逆被定为罪 就是围绕审判的原则来说话 借着审判人的不义 咒诅人的背逆 揭示人的所有丑相 来显明他的公义性情 圣洁就是他的公义性情的代表 他的圣洁其实也就是 他的公义性情 今天说话的这些背景 都是借着你们的败坏性情 来说话 审判 做征服的工作 这才是实际的工作 这才能完全衬托出 神的圣洁来 如果说你没有一点败坏性情 神就不审判你了 也不让你看见 他的公义性情 你有败坏性情 神就不放过你 借此显出了他的圣洁 如果人的污秽太多 背逆太大 他看见了也不说话 也不审判你 也不因着你的不义 而刑罚你 证明他就不是神 因他根本不恨物罪 而是与人同污秽的 今天我审判你 是因着你的污秽而审判你 今天刑罚你 是因着你的败坏 你的背逆 并不是在你们中间 大显威风 或故意欺压你们 而是你们 这生在污秽之地的人 沾染的污秽太多了 你们简直是失去了人格 失去了人性 与其他生在最肮脏的地方的 猪类一样 就是因着你们的这些 才审判你们 对你们施下烈怒 正因为这些审判 才让你们看见 神是公义的神 神是圣洁的神 正因为他的圣洁 正因为他的公义 他才对你们审判 才对你们施下烈怒 正因为他看见人的悖逆 能显露出他的公义性情 看见人的污秽 能显露出他的圣洁 才足可说明 他就是圣洁无污点的 但又生活在污秽之地的神自己 若是与人同流合污的人 他没有圣洁的成分 没有公义的性情 他就没资格审判人的不义 也没资格做人的审判 人若审判人 不是自己打自己的脸吗 同样污秽的人 哪有资格审判他的同类呢 能审判污秽的全人类的 只有圣洁的神自己 人怎么能审判人的罪呢 人又怎么能看见人的罪 怎么能有资格定人的罪呢 神若没有资格审判人的罪 他怎么会是公义的神自己呢 人有败坏性情的显露 他说话审判人 才让人看见他是圣洁的 审判刑罚人的罪 揭露人的罪 没有一人一物 能逃脱着审判 凡是误会的都被他审判 这样他的性情 才说是公义的 要不怎么说 你们是名副其实的衬托物呢 在以色列做的工作 与今天大不一样 耶和华是带领他们生活 并没有如此多的刑罚审判 因为人当时明白 世上的事太少了 没有什么败坏性情 那时 以色列人对耶和华 百依百顺 让他们建造祭坛 他们就赶紧筑起祭坛 让他们穿祭司袍 他们也都顺服 当时耶和华 就如他们的牧人一样 在地上牧养一群羊 羊都随着牧人的引导 在草场上吃草 耶和华带领他们生活 带领着他们的吃穿住行 那时不是显明神性情的时候 因为那时的人类 是出生的人类 很少有悖逆抵挡的 人没有太多的污秽 所以也衬托不出神的性情 神的圣洁是在污秽之地的人身上 显明出来的 今天借着污秽之地的这些人 流露出的污秽 然后神在审判 这样他的所事都在审判中流露出来 他为什么要审判 因为他验憎罪 所以说他能说出审判的话来 他如果不验憎人类的悖逆 能那么发怒吗 如果他里面一点验憎没有 一点反感没有 人有背逆 他也不搭理 那证明他与人是一样的污秽 之所以他能审判刑罚人 就是因为他验憎污秽 他所验憎的都是他所没有的 如果他里面也有抵挡背逆 那他也就不验憎抵挡背逆的人了 漠视的工作若还做在以色列 那就一点意义没有 为什么漠视的工作 在中国这最黑暗最落后的地方做 就是为了显明神的圣洁公义 总之越是黑暗的地方 越能显明神的圣洁 其实做这一切就是为了神的工作 现在你们才知道 天上的神降在地上 站在你们中间 被你们的污秽 背逆衬托出来了 你们对神才有了认识 这不是极大的高台吗 其实你们就是在中国被选中的一般人 因着这些人被选中了 享受了神的恩典 又因这些人不配享受神这么多恩典 这就证明这一切对你们是极大的高台 神向你们显现 把所有圣洁的性情都显明给你们 都赐给了你们 使你们享受了应有尽有的福气 不仅体尝了神的公义性情 更体尝了神的拯救 神的救赎 与神对人无限无量的爱 你们最污秽的人 享受了这么多恩典 这不属于有福吗 这不属于神的高台吗 你们这些人地位最低下 本来就不配享受这么大福气 是神魄力高台你 你不觉得惭愧吗 你不能尽到你的本分 到最终都让你自愧蒙羞 自己刑罚自己 现在也不管教你 也不惩罚你 肉体平安无事 到最终借着这些话 让你自愧蒙羞 我到现在还从来没有公开刑罚一个人 话说的是严厉 但对人怎么样 又是安慰 又是劝勉 又是提醒 我这样做不是为了别的 乃是为了拯救你们 你们难道真不理解我的心意吗 我说这话 你们都应明白 应在这话上受激励 现在有许多人才明白 这福气不正是衬托物换来的吗 当衬托物不是最有福的事吗 到最终你们去传福音时这样说 我们是标准的衬托物 他们会问 标准的衬托物是什么意思 你就说 就是做衬托神工作的 衬托神大能的人 神所有的公义性情 是借着我们的悖逆衬托出来的 我们是神末了工作的效力品 附属物 也属于工具 他们一听就稀奇了 接着你再说 我们也是神做成全语工作的 征服全人类的标本模型 不管我们是圣洁还是污秽 总的来说 我们比你们有福 因我们看见神了 借着征服我们的机会 把神的大能衬托出来了 是因着我们的污秽败坏 才衬托出了神的公义性情 你们能这样 见证神的末世做工吗 你们没那资格 我们这纯属神的高台 我们虽然不骄傲 但我们可以自豪地赞美神 因为无人能承受这么大的应许 无人能享受如此大的福气 如此污秽败的人 竟能做神经营中的衬托工作 我们实在是感激不尽 他们问 那什么是标本模型呢 你说 我们是人类中最悖逆的 也是最污秽的 就是被撒旦败坏最深的 也是最落后 最下贱的属肉体之人 是被撒旦利用的典型代表 今天被神选中 来作为在人类中 首先被征服的 看见了神的公义性情 承受了神的应许 借着我们来征服更多的人 所以说 我们是人类当中 被征服的标本模型 这就是你最好的见证 是你最好的经历